现在正值绿竹笋和麻竹笋的盛产季节 为了要行销潭子区的农特产 潭子区公所将在25日举办2022潭子竹笋节活动 除了农特产展示会之外 还有登山践行还有挖笋体验 让更多人认识这项在地的农特产品 新兴国校带来的太古正闹开场 要玩2022潭子竹笋节活动正闹宣传 潭子区公所将在25号要举办一系列的承受活动 登山践行还有挖笋体验 早上一个登山践行 然后这个登山践行路线跟往年一样 会经过笋田 让我们的践行者来参加的 可以体会到原来笋田是长得怎么样 然后当天还会有挖笋的体验 潭子区公所也表示 竹笋种植的面积大约为280公顷 领产量大约有2800公顿 而现在正值绿竹笋以及马竹笋的盛产期 为了行销在地农产 去年停办一年之后 今年也再度登场 我们潭子区我们自己的这个孙子是世界好 不管各种损都是可以说是精致辉煌 所以我在这边来呼吁大家一起来推销 勾水强调 当天的活动现场还有各社区家政班 会端出玫瑰的竹笋重银料理 也希望透过系列活动 可以让更多民众一同来支持潭子这一项农特产 就这里这样台中才疯不到